各位朋友,特别招蚊子应该怎么办? 驱蚊的手环、香囊这些是不是脂肠顺呢? 当然,这个是脂肠顺蚊的手环和香囊没有什么作用 那么驱蚊的花露水是不是脂肠顺呢? 这个不是的 你要看花露水里面有没有驱蚊的成分 目前来讲,世界上公认的有用的驱蚊成分主要有四种 这些驱蚊的成分啊,要么会发出一些气味 让蚊子不喜欢让它远离你 要么的话呢,它可以破坏蚊子的导航系统 也就是说呢,让蚊子找不着你 大家大致上可以这样理解 那么是哪四种成分呢? 分别是碧蚊胺、驱蚊脂、拍卡瑞丁、柠檬胺叶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家里面的驱蚊花露水 它里面可能就含有其中的一种成分 可以达到驱蚊的效果 那么除了使用这些驱蚊的产品之外 还有其他的办法 比如说穿长袖的衣服、长袖的裤子 第三点,建议大家穿浅色的衣服 蚊子喜欢深色的衣服 第四点,如果在家里面的话 可以使用蚊帐或者是电蚊箱 或者是普通的蚊箱都可以 怎么样,各位朋友明白了吗? 想要购买驱蚊产品的话 认准我刚刚前面讲的四种驱蚊成分 这样就不会浇智障税了 就不会被骗了 关注我,关注PackZen生 每天进步,一点点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